前总统维持无保释放 那么特征组发言人陈云南表示 尊重法院裁定 至于是不是会再提抗告 这要等到收到裁决书才能做决定 不过从结果出入到特征组回应 短短不到25分钟 检察官李海龙甚至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五小时激烈攻防 还是不能将前总统陈水扁还压 地院裁定维持无保释放 特征组发言人陈云南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 会提抗告吗 我们我就跟你说 会审慎研究依法处理 会对今天的这个积压的结果 会觉得感到遗憾吗 那我们尊重法院的处理 那今天我们检方很像在庭上 有提了不少新的证据 主要是认为陈前总统 有逃亡跟串政之余 可是很像公司没有被这个庭上肯定 我们同仁已经尽力就好 会不会担心试器受到影响 我们同仁不会因为这样就受错的 强调试器不受影响 但晚间10点35分 地院裁定出炉 不到15分钟 四位检察官坐车已经回到特征组 10分钟后发言人陈云南立刻出面说明 短短25分钟内特征组做出回应 是不是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 应该算预期当中 怎么说是预期当中 法官的他的作风也解决这样 表示裁定早在预料之中 只说办案又回到原点 两度召开鸡押亭 结局却不能如愿 策证组警卫简座 只能收拾心情再接再厉 中间新闻翁启平 范馨宇 SNG小组台北前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